過去有人在說想像 那靠水高雄的空氣不好 說真的到高雄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防毒面具掛開 來看是透過一百天 學生跟紀錄這個 第九公民紀錄的發言 高雄市邊境四天就有三天 空氣嚴重污染 讓青春變成一座 就去想 英雄中的高雄 拿梯白昏就青春一百月 不過第九公民紀錄 從議會一後開始 透過一百天的學生紀錄 所發現到高雄地区的空氣品質 真不好 大部分的時間 就青春三月三號一樣 都是下落的 其中二月份 空品不容率 PSI到一天是好的 三月份有兩天 四月份的狀況稍微比較好 有十四天是好的頂級 平均四天裡面 就有三天的空氣污染很嚴重 高雄市青春一座的毒氣聲 北部 這一百天裡面 五十三天空氣是良好 北部空氣區 然後呢 中部就少很多了 雲江南少更多 最慘的高頻 是剛剛講二十三天 也就是說如果從這個表來看 南北的差異是非常的嚴重 而且 環保團體也觀察到 空品的不容量 PSI使用整天的平均鎖淨 沒辦法馬上看到 真正的空氣品質 雖然外科看起來很嚴重 不過PSI分類就是普通 讓民眾在不知道的總空氣下 成果在嚴重的空氣污染裡面 高頻空品區的這個污染的總量 它被控制住了 然後必須要按照一定的期限把它降下來 那這才有機會讓高雄市的空氣品質 做一些改變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對總量管制的確是有 很期望說可以去執行 那對於高雄空氣區的一個改善 才是一個良藥 大廂好有頭過的總量管制 改善高頻地區的空氣污染 去讓民眾好吸引清洗空氣的管理 環保團體更加建議民眾發出進行 適合心想望路 適合的污染濃度 當時也希望媒體跟保養氣相一樣 保養空氣品質 讓民眾了解到 你所好吸引的空氣 敢有清洗 記者理小安 褲靜淳 高雄報道